今天有些人和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书法 这个书法是现在有个书法热 大家都希望写一首很漂亮的字 但是在世界的操作当中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我就研究了一辈子书法 这个书法以后就感觉到有些体会 有些心得和大家去分享 那么这个研究书法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用有规矩的写字 有法则的写字 那么有一个规矩 那么就有一个写字的一个路子 那么很快地就会掌握这个写字里面一些核心的技术 通过我的研究以后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讲 我这个体会就是叫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五个到位 那所谓的一个中心呢 就是讲我们写字的是中文的字 就是方块字 方块字以后我们用 米之歌 用四条线把它形化成一个米之歌 那么这个中心点就是 这每一个汉字里面的核心 这个中心点 所以说写好中文的汉字 一定要把握这么一个中心点 它这个点呢 包括上下和左右 都要搞定 因为中文的字有上下结构 有左右结构 有左中右结构 有上中下结构 那么有单体字 有合体字 那么这个都要把握这么一个中心 把握这么一个中心 过后 可能就不会插到哪去 这是一个中心 第二个呢 就是两个基本 一个基本笔画 中文的汉字 就有八个基本笔画构成 那么它是横 竖 撇 那 点 勾 提 这 所有的汉字 都是由这八个基本笔画构成 只不过是有的多一点 有的少一点 把握了这么一个 这个基本笔画 是构成汉字里面的最基本的东西 这是 第二个基本呢 就是基本结构 那么基本结构 历代的这个数学家 都有很多的研究 有好多种办法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里面呢 所以说我前 这个用 研究了一些古代的一些 名家的 大家的一些 数码的一些结构 结构以后呢 结构以后呢 所以今后 我们用九色法 来解决这个结构的问题 那么这个解决了 那么就 这个结构问题 就因而解决了 这就是五个道位 这个五个道位 第一个是写字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心里有志才能把知识好 第二个就是眼睛 我们眼睛是来观察实物的 这个一定要看准 什么这个字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要怎么样去做 才能是好 这个一定要用眼睛去看准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手 中国的字 用手拿毛笔 它包括它的知识 它的这个玉米的方法 都是用这个手去保护 如果你的手 没有扎实的进步 你不可能 你一下子把这个知识好 这个就要经过 我们认真的去练 这个练了以后 这个手上就会 就会驾驭这个毛笔 那第四个就是这个毛笔 这个毛笔 有大毛笔 有粗毛笔 有细毛笔 有各种毛笔 掌握好了以后 了解它的各种性能 掌握它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一点 就这五个道 这最后一个道呢 就是这个力度 写字写出来 不能写字软面里面的 要达到它的神运 那么就是 这个力度一定要写出来 没有这个神运 你这个字就 就尴尬发对不起 实际上这五个道 是一个真体 第一个心中有数 第二个人一看准 第三个手要扎实的进步 第四个的就是毛笔 要把它掌握 第五个就形成了神运 它的力度 要形成一个真体 这个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说今天这一刻 我们就讲 一 二 掌握了这个业务 你的知识 就这个方法 你就掌握了 所以说 这个不要看得那么太难 先把这个路子 铺好以后 我们下一步 下一堂课 那么我们就具体来说一下 这个八个基本笔画 怎么写 再用九十二种办法 来解决它的结构问题 今天就讲这里 为什么 关系 咳 简 调